你看臉 幾分 95分 謝謝我這一集 任務完成了 各位 你們繼續吧 在這個之前你是對金鐘獎認識的嗎 我知道有金鐘獎但我不知道我是 入圍金鐘獎 超酷的 你以為你入圍金曲獎對不對 都沒有唱歌還可以入圍 對 我每年都好怕我在金馬獎 可以獲獎 我知道了 你知道姐姐在 17歲的時候跟一個大 她很多的人談戀愛嗎 然後嘉儀當然就會反對 她的年代不像妳現在這麼開明 12歲可以談戀愛 而且她們不同班 對 好可憐 怎麼叫好可憐 人家那也是一種戀愛的方式 年齡差距很大 所以她的媽咪 她的爸爸就有感情 我意思是說 她被反對好可憐 不是說她好可憐 我們誤會妳了 對不起 好 對不起 我覺得妳應該多接潑辣的角色 我覺得妳會慢慢個性改變 對…她可以真的抒發一下她自己的那個狀態 我有點想要演 就是女打仔啊 女殺手啊 就是兇狠的那一種 真的真的 妳再不演妳就會變真正的殺手 我覺得很好 對… 我也常覺得 還被壓抑到某天突然就熱嗆 熱嗆嗆 而且她是那種面 對面無表情 對…就是要畫過去的那一種 那如果得獎 壓力會不會很大 會啊 像就是 那天不是在公視有辦那個入圍茶會嗎 喔 對… 然後… 然後那個… 演那個 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的 對 大家就叫她回哥 對 哥 回哥 對 她就說 我跟妳說喔 我十二歲喔 拿到了不知道什麼獎喔 然後我就一路衰下去了 我勸妳喔 哈哈哈哈 我勸妳喔 妳不要拿我的獎喔 不然妳會衰一輩子喔 永遠拿不到獎喔 沒ком呢 沒有還沒沒有 因為她也沒有 可是她是最可憐的 她都沒有空 而且沒什麼